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啊 超人终于在碎片挑战 集起了潜伏芹菜的碎片 那么超人现在就来把潜伏芹菜 升到四阶 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摩登世界的困难第十五关 任务目标是保护 面临危险的植物 什么,要保护的是这俩原始建国墙 那超人就来挑战一下 这一关其他植物都不种 我就只种潜伏芹菜 潜伏芹菜只需要消耗 五十点的阳光 种下一颗 怎么是五颗潜伏芹菜 奇怪了,超人不是只种了一颗潜伏芹菜的吗 怎么还会分生数啊 僵尸都走过来了 潜伏芹菜怎么不动啊 冒出来了 戴红色帽子的芹菜发起了攻击 击败了普通僵尸 冷却时间好了 我们再种上一颗 怎么又是五颗潜伏芹菜 现在有十颗潜伏芹菜了 这个植物真的很有意思啊 种一送四啊 好的,潜伏芹菜又出来了 红色帽子的潜伏芹菜攻击 蓝色帽子的潜伏芹菜防御 僵尸太多了 不能选择硬拼 潜伏芹菜又缩近了地底 等僵尸走过去之后 潜伏芹菜说 嘿,我又出来了 你打我呀 你打不到我 哎呀,被吃掉了 这就尴尬了 潜伏芹菜让你学超人嘚瑟 被吃掉了吧 普通僵尸都走得好远去了 超人再种上新的潜伏芹菜 潜伏芹菜顶着一个普通僵尸 把另外一个普通僵尸消灭掉了 然后缩近了地底 能进能退 能攻能守 这就是潜伏芹菜的威力 怎么啦 这个粉丝小鬼僵尸在干嘛 我都锁进地底了 你怎么还啃得到 刚才那颗潜伏芹菜 莫非是打出了 哇,气球僵尸出现了 这个在天上飞的 潜伏芹菜 你说在地里的 你怎么能打得到呢 哎呀,打到了 你是怎么能扎到天上飞的气球的呀 这个潜伏芹菜也太神奇了吧 超人一直没发现 原来潜伏芹菜这么好用 以后你就是我闯关的主力选手了 等等,潜伏芹菜 你们现在最大的考验 豹纸僵尸出现了 什么,二爷一口就把潜伏芹菜给吃掉了 不行不行 超人得多种一点潜伏芹菜 我们来植物海战术 好的,潜伏芹菜发动攻击 二爷的豹纸碎了 二爷加速冲过来了 潜伏芹菜们拦住他呀 喂喂喂,不会吧 这么多潜伏芹菜 你们在干嘛呢 赶紧攻击呀 能量兜兜给你用了 什么呀 居然输掉了